男人偶然收到一封来自未来的信 信中人好心提醒他注意饱满 因为一场反季的春雪很快就会降临 看着窗外晴朗的天空威廉不以为然 他认为这不过是陌生人的恶作剧罢了 可一转身的功夫屋外境真的飘起雪花 突然的大雪让威廉震惊不已 难道说信中的人真的来自未来 带着疑惑他给对方写了回信 并在信中说明现在的时间是2004年 很快身处2006年的凯特就收到回信 原来凯特刚刚和男友分手 伤心的他搬离了租住的湖畔小屋 因为还没来得及更换收件地址 于是凯特离开前在门口的信箱留下一封信件 希望下一任租客收到他的信可以转寄给他 而这封信却被两年前的威廉意外发现 凯特说门前的狗脚印是他搬来前就有的 一直没来得及把它抹掉 为此他感到十分抱歉 看着信中的内容威廉一头雾水 因为他是这间房子的第一任租客 而且门口也没有所谓的狗脚印 第二天威廉准备给护兰重新刷上油漆 这是一条流浪狗突然经过 并在门前留下了一串沾满油漆的脚印 眼前的景象让威廉联想到信中的内容 他急忙回到屋里把信找了出来 并给对方写了回信 另一边心情郁闷的凯特再次来到湖边 他想看看信箱有没有自己的信件 结果却发现了威廉给他的回信 威廉在信中说他是小屋的第一任租客 他很好奇凯特是怎么知道狗脚印的事 看到信上的落款时间是2004年 凯特不相信两人之间相差着两年的时光 于是他给对方回信让他不要开玩笑 他告诉威廉自己确实在湖畔小屋住过 如果收到他的信情转寄给他 信的末尾他留下自己现在的住址 北垒新街1620号 而且现在的时间是2006年 威廉也不相信自己收到来自未来的信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弟弟 弟弟建议他到信中的地址看一看 于是他们根据地址来到了北垒新街 可这里现在还是一处工地 看板上提示说房子要18个月后才会盖好 威廉把这件事告诉凯特 质疑他是不是写错了时间和地址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凯特翻出了以前的照片 这让他想起两年前的一场大雪 如果威廉真的身处2004年 那他肯定就能看保 于是凯特把这件事告诉了威廉 还叮嘱他多喝热水小心感冒 起初威廉对凯特的话还不以为然 可突如其来的大雪让他不得不相信 他的这位神秘比喻确实来自两年后的未来 随后两人的交流开始频繁起来 他们发现正是这个神奇的信像 连接了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 两人在信中讨论着彼此的兴趣爱好 分享着工作和生活中的趣事 更神奇的是 他们发现两人养的竟是同一条狗 凯特说自己给流浪狗取名叫杰克 威廉尝试叫了一声 狗狗竟真的有了反应 两颗孤独的心开始慢慢靠近 彼此之间也产生了莫名的好感 这天威廉把一张标注好的地图寄给凯特 他们以这种特别的方式 一起欣赏着城市的美丽风景 虽然看不到也触目不到对方 但他们却能感受到彼此的存在 两年前的威廉还在墙上写下感谢凯特的话 凯特我与你同游 谢谢你陪我共度周末 突然的惊喜让凯特枯燥的生活变得有趣 他开始期待每一次威廉的来信 虽然他们的时空相差整整两年 但威廉坚信两人在未来的某一天终会相遇 凯特告诉威廉他很怀念湖畔小屋 尤其是屋后的那一棵棵小树 可以让他焦躁的心情变得平静 威廉听后直接拉着树来到凯特还未完工地住址 希望小树有一天可以为凯特遮风挡雨 果然在两年后的一个雨夜 凯特身边近凭空出现了一棵大树 看来威廉在过去时空的举动 会直接改变凯特所在的未来时空 这让凯特突发奇想 他告诉威廉两年前的今天 自己在车站丢失了一本书 那是父亲生前留给他的礼物 希望威廉能帮他找回来 收到信的威廉第一时间赶到车站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可此时的凯特却已经有了男朋友 而且现在的他并不认识威廉 两人甜蜜的画面让威廉十分难过 很快火车近站凯特拿起包藻了上去 威廉在长椅上发现了他遗忘的书 他追着火车想要把书还给凯特去为时已晚 只能眼睁睁看着火车离他而去 车上的凯特满脸疑惑地看着威廉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草草结束 威廉把这次奇妙的相遇告诉了凯特 两年后的凯特脑海里瞬间多了这份记忆 他对没有认出威廉感到十分抱歉 两人约定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次相见 这天威廉和朋友正在车里谈工作 突然狗狗从车上跳了下去 威廉追着他来到了一栋别墅前 令他没想到的是 眼前的男人竟是凯特这个时空的男友 对方邀请威廉和朋友参加凯特的生日聚会 晚上凯特下班回到家后 男友端出蛋糕准备给他惊喜 可喧闹的气氛却让凯特更加疲惫 于是他来到屋外想要透透气 恰巧这时威廉也在外面 他鼓起勇气来到凯特身边坐下 因为之前和凯特通行了解他的很多情况 所以威廉找了凯特感兴趣的话题 两人相谈甚欢 威廉还提起凯特在车站丢失的那本书 他们一起谈论着书中的故事情节 凯特对他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可很快凯特又变得心事重重 或许是想起送他书的父亲已经不再认识 他起身准备离开 威廉跟上去想要安慰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这时屋内一首动人的歌声传来 伴随着优美的歌声两人翩翩起舞 他们越靠越近 最后竟情不自禁地稳在了一起 这一幕被凯特的男友和威廉的朋友看到 四人显得十分尴尬 威廉只好和朋友默默离开 而这也让未来的凯特对威廉又多了一份记忆 他责怪威廉当时的不告而别 为什么不把两人的事情告诉他 威廉解释他不想破坏凯特和男友的感情 幸运的是如今凯特还是和男友分手了 就在威廉想要去见凯特时 医院的一通电话却打乱了他的计划 原来是威廉的父亲生病住院了 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 在威廉很小的时候父母留意 父子俩的关系并不好 威廉从小到大都没有得到过父亲的认可 他把对父亲的抱怨全都告诉了凯特 凯特在医院找到父亲的档案 发现父亲就是在这天去世的 于是他请假来到湖畔小屋 把父亲在两年后发布的自传寄给了威廉 他多希望此刻能在威廉身边给他安慰 看着书中自己小时候和父亲的合意 威廉陷入深深的自责 原来父亲一直都是爱他和母亲的 湖畔小屋就是他专门为母亲设计的 这天威廉提议想和凯特见面 凯特也期待着两人的邂逅 于是他们相约在一家餐厅见面 威廉预定了两年后的座位 这对他来说还需要再等两年 可未来的凯特却只用再等一天 晚上凯特满怀期待地来到餐厅 可直到餐厅打烊也没见到威廉的身影 威廉对此也感到十分疑惑 为什么未来的自己会没有服约 对方可是他朝思暮想想要见的人 威廉想要再约凯特见面 却被凯特拒绝了 他认为两年的时间威廉早已变心 于是从这天气凯特不再给威廉寄信 信箱里堆积的只有威廉不断寄出的信 少了凯特的陪伴威廉对这里也没了留恋 他把两人的信件封存了起来 然后把狗狗交给了凯特的男友 转眼时间又过去一年 2006年的威廉还是孤身一人 可2008年的凯特却选择和前男友附和 两人很快就购置了婚房 凯特想找装修公司商量设计方案 这时墙上的一幅画却勾起了他的回忆 画上正是他曾经租住过的湖畔小屋 往日美好的回忆瞬间浮现在了眼前 凯特询问是谁画的这幅画 原来这幅画正是威廉所画 凯特想要联系威廉 却从弟弟口中得知了一个噩耗 这让凯特想起了两年前 他和母亲正在广场聊天 突然看到马路对面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个男人被汽车撞倒在地 只是当时的他没有发现对方就是威廉 凯特这才恍然大悟 知道了一年前威廉没有赴约的原因 原来威廉想要再次去见凯特 结果不小心发生了车祸 凯特急忙开车来到湖畔小屋 他把一封信塞进信箱 希望可以阻止两年前的威廉去广场找他 另一边两年前的威廉已经来到广场 可这一次他收到了凯特的来信 凯特守在信箱前早已哭得泣不成声 他祈祷可以救下两年前的威廉 这是远处传来的汽车驶来的声音 凯特缓缓起身查看 来人正是威廉 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跨越时空在湖畔小屋相遇 这一刻他们决定紧紧握住彼此的手不再分开